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上和大家看這場桌球賽事 來到八強了, 男子snooker 看到中國球手梁文博 對著香港的傅家俊 比賽要打七局四勝 剛開始傅家俊也起到Q 拿到三七度 一 剛見梁文博, 其實有個中距離的機會 不過似乎未入局 趴下桌子的時間快了一點 留一個機會給Marco 現在入完這隻袋口的紅波之後 對著黑森 低Q的空襯, 調到右手邊的紅波尾袋 對 似乎現在仍然可以繼續運用黑球 去組織這個攻勢 不過似乎過了一、兩桶之後 都一定要開箱 勾起來就更好, 看得到藍球 似乎就看不到藍球了 在這個時候其實領先中四十多分 又沒有需要去打些Hard Shot去進攻 我相信他都會做一個防守 好 Hong Kong China Nine 力度就差一點, 看看梁文博會不會去打這球球 好, 看得到紅球了 右手邊第二個紅球 即是在藍球中袋附近的這個紅球 應該有味袋的 推下去可以調黑森 立定也可以調藍球 當然準成度的要求非常之高 好, 連續兩Q的失誤都是有機會留給Marco 看看這一Q能否把握到第一局 始終七盤四勝的一個賽制是比較短 拿到第一局其實優勢是非常之大 先換藍球 角度是否正確, 如果不正確也有黃球選擇 又實力了 其實在PAC頂那四個紅球最頂的一隻 應該有右邊的尾袋 但似乎就少了赤嶺 有時這些大型的比賽 抽籤都挺重要的 其實這次傅家俊在八強就遇到梁文博 在另外一邊的線位 其實在上線 有要對敬人 有要對丁俊輝 對, 真是八強就在這個階段 很漂亮 兩股筍 繞上去 四 我看到那些壁球運動員也有去看這場桌球 對, 都是足目賽事 沒錯 黃偉恆也在 黃偉恆現在就是在中國隊裏做教練 對 做個防守 在這個時候其實都可以選擇 譬如把六球好像Marco 現在把它放在一個比較難處理的位置 因為始終拿著五十分 而桌面剩下六十七分 好 線位非常之好 好漂亮 其實剛剛Marco設定那個Q的距離 或者是力度也做得好 剛剛差一點遮不住 右手邊剛剛梁文博打你的紅球 如果不是呢 就都有一個幾難處理的情況 給林文博 不過剛剛就見到 做一個cross double 上回去 現在問題留給Marco 剛剛零零射射散了出來的紅球 如果看到 都還可以兩股筍走回去白球現在的位置 這個情況其實Marco就不會特別想去 開了那三個黏在一起的紅球 除非那兩隻球呢 有一個get shot 看它怎麼處理 也都很謹慎 求勝無視義是一個touching ball 我相信梁文博現在就在腦上 不停盤算一個很好的線路 把白球放在一個非常之棘手的位置 他甚至不去想了 點一點就算了 都沒有黏球 有時候他打這些球 我特意加一點篩 是令到白球 不會跟紅球黏在一起的 Marco這個 就比較積極的一個secure 做得非常之好 一個簡單的兩至三個cussion 的一個secure 要小心的就是 逼了某一些紅球去到左邊代口 有一隻去了左邊代口 看看Marco見不見到 綠球好像過了 甚至黑柴底 黏著黑柴的紅球 其實都是應該切到左邊的尾袋 很準 非常好 這球非常好 好 看見Marco不是馬上打這個黑柴 難道這個紅球 應該是咬著黑柴的入球位 那麼 在情況可能 如果把白球收到藍球後面 都是 一個很好的secure 來的 好 好 好 香港 中國 一 分數 現在是51比0 台面就 只剩下59分 換言之 其實Marco 只要爭取多一個紅球和顏色球 這一局就可以 穩陣了 穩陣了 是挺精彩的 因為這兩個球手 我相信在可見的將來 都會經常在職業賽中碰頭 沒錯 不過真的想不到 八強出現了這個 其實這四個 包括馮國威、丁俊輝 傅家進 和梁文博 其實都是有能力 去問頂這次亞運的金牌 沒錯 這是熱門 我覺得四個都是熱門 對邊兩條線 中間是另外兩場球 就是阿富汗對泰國的運動員 還有就是印度對新加坡 另外兩場比賽 不過可以說 過了這一關 接著可能容易打一點 是的 也有 也有 好了 不打死就可以了 1 Blu Bo 領先52分 桌面剩下51分 那梁文博就現在 就算需要snooker 都做不到任何事情了 因為他坐在自己的位置 我們Marco繼續去 Alecu Break 7 想法力捱開那兩隻紅球 但其實現在 就算塞了這個黑球 我相信 梁文博都出來作為撿球 那就是說呢 傅家進已經贏了第一局 是 另一局就是傅家進 好 第一局比傅家進 以57比0 先贏了梁文博 現在是第二局 比賽就是七局四勝 第二局是梁文博開球 很簡單 一個薄皮的梁文博 我見今天兩位球手 其實對於桌子的熟悉程度 已經好過他們打對制的時候 對 對 不停地看慢 對 因為其實他們 我想每次比賽 或者每個場地 其實 張桌子都是這樣的 作為一個運動員 其實就是要 當場怎樣用最快的時間 去適應這個 然後繼而 因為如果我適應先 對手未適應 那我已經有一個優勢 這個也是技術之一 這個絕對是技術 這個積極能力強 梁文博在這個比賽的第一分 今天做得相當之好 遠距離 一個順推 控制 搞一個拼波中袋 現在看見紅球的形勢 其實它可以選擇的球 在右邊有四隻 那就可以選擇 順推 做一個 stunt shot 去做一個碰撞 但是 正常情況 它都會選擇 去盡快 開了黑柴旁邊的紅球 因為方便它得分 嘩 似乎有些手緊 我相信如果有些觀眾朋友 都想賽前知道有些提示 想提示誰有些優勢 那 即是雖然一個 commentator 就 一會說出來 一會說出來 就真的有些 不吉利就不好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主場這次 可能梁文博壓力大一點 有些可能是說 主場應該打得好一點 但其實有另一個效果 受的壓力可能會大 要打過運動員的心理促進 有些人喜歡在主場 即是喜歡人贏 喜歡人看著他比賽 有些人有點害怕 其實好像想回去年東亞運 其實所有桌球的單打 或者雙打 其實都被中國贏了 因為半個主場 那這次會不會反過來 這個故事 大家拭目以待 是 不過當然 譬如說像傅家俊這段 他們去其他地方打 都累積了很多大賽經驗 之後 他們面對這些事情 就更容易搞定 我絕對是 所以有些年輕球手就說 為何經驗不好 會輸蝕 其實就是輸蝕 在你怎樣處理現場環境 或者觀眾的叫囂 你怎樣可以押得住 沒錯 沒錯 好準 好準 收位 立位不幸運 是挨到這隻紅球 其實他又想被這隻紅球 走鞠躬 去調校一個右邊的藍球 但現在就留了一個 右邊的藍球給自己 如果順推 就要 看看能不能夠製造足夠的 上旋去避開 拼波和黃球的碰撞 就這樣了 做得差一點 看見剛剛Marco這個球 其實是刻意 就算叫做扮著條固 都是刻意落多些上旋下去 但很可惜 都避不到黃球這個碰撞 留一個軟台給自己 不過都拒絕了這個軟台了 一個積極的 法力三cushion的防守 都可惜有一點點不幸 就是那個紅球 挨了酷邊的那個 紅球去到中袋 那梁文博現在有一個 都幾薄的紅球 右手邊的中袋 要去處理的問題 其實就是 白球難以避免會撞到一些紅球 但是撞完紅球之後 有什麼色彩球調整 還有法力拿一個線位 避開一些紅球呢 想去薄一薄 開一個黑柴出來 開就開到了 不過就黏了My crew 好 梁文博還有一個特徵 他一想到那個球 他的嘴巴就吞著 還是很年輕的運動員 23歲 世界排名 今年上到20 之前那幾個星期 其實是27 40 66 上得很快 上得很快 也叫做一度爬升 還有這個叫做中國的場球水平 也是一度爬升 是 他和丁俊輝都可以說是 現在中國球壇兩個代表人物 留了一些半個機會給Marco 有個中袋薄皮 很漂亮 很漂亮 切到下去 撞不到全球 教不到黑柴都沒有問題 上來 有藍球 拼球 所以我選 現在桌面的形勢 其實對Marco 非常之有利 黑柴在代口 其實 教球方面 也不需要太擔心 在這個情況 純粹是怎樣 將自己投入這個比賽 6 可以有幾個選擇 推下去調黑柴 似乎都應該會想打開黑柴 因為黑柴又封住了一兩個紅波 好 現在處理黑柴 還有這個代口的紅波之後 其實所有的球 都是一個開放的位置 能夠處理到這紅波的七七八八 我想 都應該可以贏到這局局 這一局都七七八八 沒錯 就是希望可以成功 因為現在分數已經領前27比2 在這個時候 其實心理上 就是怎樣 叫做投入那個鬆 令到自己可以當 好像平時練球 那樣 因為其實桌面 眼見的球 都不會有特別 一些叫做黑柴 亦都不需要特別去處理 一些有問題的 組織性的球 即是個人可以 不用掌握得那麼緊 沒錯 還有每一球球 要盡量給多些選擇自己 22 即是給多些選擇自己 例如Marco剛剛做這個推的 一個stunt shot 其實他是調整兩三隻球 而不停圍著黑柴打 也是職業手練得最多的一件事 是 問候帶一點 教授中袋的紅球 其實值得一提 Ferby Marco本身起鎖的能力 都算是桌球史上 不投十都投十五的人 因為他應該自己累積的過百次數 都非常之多 31 即是紀錄良好 紀錄良好 即是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 他能夠一球 可以拿到一局的能力 是非常之高 很漂亮 輕輕撞一撞這個紅球 他現在在教三隻紅球 甚至四隻中袋都能夠是一個選擇 現在他腦裡純粹就是一個先後次序 就是選哪隻紅球先 哪隻好打些 哪隻能夠用最簡單的Q法 可以處理好其他的所有球 又拿到這一局 39 一鎖子調回藍球 左邊 做得非常之好 這個右邊 44 54 54分的優勢 Marco處理多兩個紅球 梁文博就需要Snooker 45 這個球 似乎低了少少了 50 領先60分 台面59分 梁文博已經需要Snooker 所以Marco都不介意打這個錯 剛剛錯了這個藍球 留一個遠一點的紅球給自己 也可以 新籃 加上黑球 51 我看Marco今天出Q的節奏 是 見他狀態都非常之不錯 58 59 雖然現在其實 局局已經贏了 但是 有些叫禮行公事 但是 我相信Marco也是 絕對不介意 去令自己 更加熟習比賽的節奏 還有最重要 64 就是令梁文博 繼續坐在他的椅子 那就攤冷一點 攤冷一點 很漂亮 65 原來其實我們 整隊香港碧球隊 都去了場館看 小球 教練都去了 是 壁球就四根牆 桌球就六條窟 那些球都是會打出來的 72 2 留下一個… 足夠的斜度 其實就方便Marco去調整六波 不過純粹推彈 簡單進了 都有中袋選擇 是 可惜了 雖然失去過 但是不重要 雖然失去過 也以九十比二 贏了第二局 我們先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會看第三局 我們繼續看回這一場的八強賽事 富家進暫時 以兩局領先良文波 來到第三局 剛剛Marco開球 不過兩隻離開排球的球 就彈回了 cou囑 然後回到盤子裏 所以大家觀衆見到盤子好像沒有移動過 紅波其實右邊的尾袋是… 有些進入的 看看梁文博會不會選擇呢 邊捨邊走 還是再開散些盤子呢 選擇再開散些 如果去到綠波後面呢 非常之不錯 大力了一點點 如果不是就可以遮蓋在現在螢光幕 右下方 最近哭泉紅波 馬克勒就用大量的 running side 去製造這個角度 我務求把白球放在黃球後面 也留下同樣的一個紅球 讓梁文博去做防守了 那當然也想看下 PAC附近的球還能打不打到 如果不可以的話 似乎只有一個cross double可以選擇 我會選擇進攻的機會比較微 因為始終如果要去調校一個color ball 我相信要用大量的Q法 黑柴就被這個紅球就封住了兩邊的袋子 我們說他想試試自己的Q power 暫時在兩局球裡面 就見到梁文博的中距離和遠距離 就沒有平時的準繩度 Marco繼續施壓 用黃球做一個snooker 遮蓋全部的紅球 梁文博似乎都沒有選擇了 只是只有這個紅球最容易救 雖然救了之後 其實Marco現在也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去做一個snooker 啊 勢力了一些 不過也不錯可以帶一個黑柴出來 相對於梁文博這個ZQ的壓力就大一點了 當然有危都有機 如果梁文博這個ZQ 甚至他可以做一個進攻能夠做到的話 黑柴就是他打了 不過似乎 都還沒有正式進入他自己本身的比賽節奏 其實記得在團體賽的時間 梁文博在最後贏三比一局 都曾經嘗試過去做一Q147的 其實我相信這次為了廣州 阿雲良雲博自己本身都應該 做了不少進步功夫 是 我只顧不到一開始落後這兩個 而且他真正說要落後的機會都沒有 很好 你見到其實有時那個打球的 叫做順風球還是下風球 其實很明顯看到 Marco這個球當然很準確 他入錯了 但看到他踏少許球 其實是否100%也沒算 但是梁文博去射這些球的時間 其實可能有時連球也不到 不是純粹是因為他們的準成 而是在不同的壓力 比分不同的情況之下 大家發揮是有所影響的 但是話口不完 Marco這個球就扯深了 本來就是想教 李營光莫見到了 其實如果他勢力一尺左右 有兩隻紅球 都是可以射右邊的尾袋 但其實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是不要自責 因為都領先2比0 又繼續拿著優勢 不需要為了一兩球的失準 而有甚麼不開心 嘗試一個打球 香港的 其實是比較遠的 職業手去選擇打球 但在這個情況 其實也有安全意 就算打不進 都沒甚麼機會給梁文博 如果打球了 自己就有個黑球可以打 自己就有個黑球可以打 另外一個聰明的地方 其實這個球得不進 有個紅球是上了去 變成其實梁文博去做防守的選擇 少了 在沒有選擇情況之下 其實梁文博現在就 愛放六代一窟 愛放六代一窟 現在梁文博可能坐在一個位置 都希望 跟自己說一下 令到自己可以 重新投入這個比賽 會不會留下了一個 中袋的紅球給梁文博呢 剛巧得那麼巧 其實梁文博打球的作風 跟他的名字都很像 他都很喜歡打球 很薄的 是的 甚至也有個紅球 是右上方的尾袋 不過似乎 沒有枕收的情況之下 他都不選擇了 他會不會看漏了呢 Marco也去看一看 如果這個球 是過到六球的尾袋 其實是絕對值得去 搏的 因為只要入了 不需要做任何Q法 六球都在等著他了 有沒有 好 計劃成功了 經過一輪的 ZQ之後 Marco現在有機會 可以將領先的優勢更加擴大 比分是7比0 現在螢光幕大概 我相信都有三至四隻紅球 是開放出來 黑柴是非常好位 而拼球也有左手邊的尾袋 可以打 這個球我相信有一點卡 五 幸好球也進了 雖然白球少了 大概六至八寸 形成的角度 其實Marco現在可以選擇 一個藍球的尾袋 可以選擇一個拼球 甚至如果打拼球 可以做一些碰撞 多帶一、兩隻紅球出來 整個局勢的優勢 就會更加明顯 對 略為薄了一點 Hong Kong、China 五 這個球似乎有點分心 因為 顧著碰撞的時間 竟然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入個拼球 留一個左手邊的中袋 的機會給梁文波 順推就有個藍 大力了也有黃啡 好漂亮 嘩 嘩 蹲下去 加上這個紅球 三個 立定之後 就可以調到黑球 六 center 六 center 三 center 六 center 其實是可以入到右手邊的尾袋 而在屁股底最右手邊的紅波 其實如果沒有冰波在這裡 都可以入到左手邊的尾袋 所以相信在1、2Q之內 其實冰波都會被梁文博去處理了 有一點貼仔 入這個波爾良文博 身高手指長應該都不是問題太大的 只不過之後怎樣去部署下一個紅波呢 下一個紅波其實選擇不是太多 左手邊現在接近它的紅波 其實打到右邊中袋都可以 而屁股底右手邊的紅波 如果沒有了冰波呢 似乎它還是選擇了冰波 Fifteen 順推要檢查篩 其實就可以繞到去打右手邊的中袋 同樣也可以選擇 低Q兩屁股底 繞到桌子的右手邊打左邊的尾袋 但似乎它現在呢 想去鍵開這堆棵了 我都有足夠的角度 始終在未入局的情況 要去做一個比較複雜的碰撞 做出來的效果始終都差一點 這樣就撞到了 撞不到那個屁股 只是撞到一隻紅波 甚至留一個軟桌薄皮給自己 打兩屁股底 其實就可以加上紅波 對不起 加上藍波 做得非常之好 22 你用不到藍波的話 其實現在用六波去鍵開 那堆棵都是一個挺好的位置 我去甚至看看這個有沒有GitShot 有GitShot就簡單點了 打個啡波就可以調到 不過 也都要調一個位置去留一個足夠的斜位 等它做完這個GitShot之後 可以調回Color波 但是與之同時 GitShot的難度性也都高了 很棒 紅球和球之間有 26 有足夠的距離 令這個GitShot變成一個 比較難 進的球 但是這個時候 我相信梁文博都會 要打到盡了 非常好 很可惜刚刚打费球的时间 它流的角度不是太够 所以变成现在就算它发力 去做这个G-Shot的时间 都不能够出一个正手位 让自己去打黄费路 现在唯有就可以选择黄球中袋 幸好另外的红球也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似乎经过这几Q之后 梁文战的接受也非常不同了 始终在比赛的期间 如果自己可以做到一些 自己想做的动作的碰撞的线路 其实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之后 其实整个人的接受都会不同了 很明显白球的走动 也是比之前所谓活泼了 螢光幕就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最近拼波的红球 会不会在左手边的尾袋 是可以有一个入的角度 当然它可以选择了 现在高Q做一个stunt shot 两couson去开一堆洞 先就是这样走 34 就是差刚刚半个波位 如果它能中到红球 整堆洞的5个红球就会散掉 但是很幸好它是拼到一个拼波薄皮 令到现在似乎有一个很难的红波薄皮 让它去切右手边的尾袋 我们说它这么近也看到一个截图 比分去到34比8 在这个情况其实不容有失弱 因为任何一个球员如果失了1Q 其实台面都绝对有分数 去进行一个反击 会不会在这个情况拼一个G-Shot 拼开有条路 刚刚拼了一个G-Shot 好像不太足够 还要拼多一个 始终太近了 不单止是红波和白波的距离近 两个红波在这么近的时间 其实绝对有可能会做到一个Forting 令到红波撞击的角度有偏差 现在台面的形势对Marco也非常有利 拼波在代口 但是绝对起码都有两个红波是Open的 而大家看到两个红波黏在一起 其实Marco用下一个红波 第二个红波也会把它拆开去教拼那个Ping 波 9 是 打回這個黑柴呢 其實會不會特意留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一個回合去打開兩個紅球 沒錯 色天 相信一個很簡單的低Q 叫做噹一噹下去 就可以把這兩個紅球都開到一些開放的位置 不過比較要留心的就是不要中到右手邊的紅球 全球 因為如果中到右手邊的紅球 全球有機會左手邊的紅球就會遮住 那就打不到拼球了 這顆球的紅球 也不可能是GD 似乎自己計算過之後都避不到那個右手邊的紅球 所以決定是發力 令白球走得遠一點 可以調校藍球 但似乎有點不幸 現在給藍球 設定了一個Chinese snooker 勉強還可以打到 落到Q的時候 拼球在代口 就可以說救了他一命 不過要去想的就是 他現在似乎是 被迫要落少少手指尾西 如果動高Q 其實就增加了這個入球的難度 都不少的 做得很好 比分追近 34比31 Marco落後3分 選擇一個尾袋的紅球比較窄 我相信 拼球對下的紅球 如果可以切一個中袋 其實都還可以兩層 去調校黑柴右手邊尾袋 薄了少少了 Hong Kong China 23 這一局其實非常之關鍵 因為如果Marco可以贏到 3比0 那就叫做 出線在網 但當然在梁雲博立場來說 當然一定要 咬到有這麼實得這麼實 因為如果3比0 真是成了山都 要被他爬 但是如果2比1 都還是叫做anyones game 但如果看現在的走勢 梁雲博追這局 他機會大不大呢 其實都幾大 只要他可以 其實現在 黃球旁邊的紅球 右手邊的尾袋 即現在的綠球這個袋 有得打的 另外 下面近兵球的紅球 其實右手邊的中袋 都是有 只不過要的是 梁雲博在 調球的位置方面做得更加好 要求都幾高 好 推一扇扇子 落一點走勢 拉直球 調校六球隊 做得非常不錯 4 在這個時間 就需要一個挺好的位置 讓自己可以把白球 放在… 把桌子的… 5 本來他想做一個 對著藍球 那麼順推下去 紅球其實除了中袋之外 尾袋都可以打的 但是現在似乎 又要出回他的漢家本領了 打遠一點 就射個遠一點 打遠一點 44比31 十三分的距離 是 梁雲博 入了這個紅球之後 一個大分球 都還要黃啡六 才可以 贏到這個局 當然 想這些呢 都不及 入了這個紅球那麼實際 可惜 中國 都是今天的… 叫做今天的… 叫做今天的圖案 來的 他還是緊張一點 都是緊張一點 現在雖然沒有機會 但Marco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做一個 Snooker 這個球其實Marco設定得很辣 對 他基本上封了所有上下困 即是底困和頂困的位置 那現在梁雲博 其實我一看下去 其實最簡單 就是一個3Fusion的舊球 好像選擇也很少 他都還可以落到Q 我想如果再黏緊一點 就連一個機會都沒有 可能這個算是Marco放了他一馬 如果剛剛是黏緊的話 其實梁雲博就沒有夠那麼輕鬆 甚至現在其實你見 梁雲博都沒有留一些什麼機會給Marco 當然他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防守 去黃埔後面 他都不算這樣做了 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Marco現在拿著兩局在手 他不需要去做一些太複雜的Q法 因為始終都是有一個風險在那裡 無論你是多厲害的人 多多經驗的職業球員 其實在一些緊張的關頭 始終都是做一些做蛋 謝謝大家 梁雲博要用一點點膝去救這個球 除非他一個真的很夠睡的眼 這個薄皮也能打到 否則都應該要發力 左手邊膝去救這個紅球 我原來看得很清楚 這個球可能大家 觀眾不明白他為什麼會走這個 左手邊膝 其實他走左手邊膝 就用這個額帽 去將這個球 做一個反轉的旋轉 令到他打中紅球的機會比較大 其實Marco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做一個類似美式桌球的防守 將這個紅球貼在右手邊的cushion 梁雲博基本上現在沒有任何機會 不過當然他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防守 將這個白球收回在 綠球、啡球後面 當然也可以在黑柴後面 夠不夠力呢? 如果不夠力的話 Marco這球球都 都算收回身材了 因為之前那球ZQ 其實絕對是 可以用黃球和啡球去遮住紅球 但是做不到這個效果 令到梁雲博有這樣的機會 現在都很幸運 都還看到 做一個升降機 但是很可惜呢 紅球也都避不到 啡球 那就留下一個左邊中袋的機會給梁雲博了 好,梁雲博也是這樣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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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了之後呢 會教一個什麼色彩球 順推當然有黑和黑色彩 好,我們來看看 看見他射球的節奏其實 始終都是 跟他的Top Form有少少距離 即是我見他打球 一向這些球 他入球都當八九成這樣打 調球是更加放的 但今天似乎 在這一方面差一點 留下一個尾袋給Marco Marco順棍呢 嘟 將他切入了 十二分的距離 雖然啡球和綠球都不在Sport點 但都在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這個球一定要夠力 否則會被藍球硬著 他都會轉動 這個球有少許手緊 其實他只要順推 下一點點手指弓篩 即是檢查球的時候 他現在都是想這樣做 只不過他重手了 多了檢查篩的時間 其實他走上條線 就不是他想像中 所以 留在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所以 在這個情況 真的都不知道 尷尬他好還是不尷尬他好 選擇 選擇一個進攻 但很可惜 因為剛剛那球球其實 Hong Kong、China 拜託 用上條線之後 其實站的位置 連白球都看不清楚 所以打下去 還要入球 其實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動作 好 梁文博 再次有他的機會 領先僅止是七分 行少少西兜去六球後面 兩cushion 出來調到右邊尾袋 做得非常好 一個stop shot 亦都可以調到啡球 好像都越來越大機會 追這一局 是啊 其實因為梁文博 入藍球已經夠贏 5 剛剛出來的時間 其實都有人問我貼過比分 那我都說4比3 不過誰贏 真是不知道 因為水平很近 是啊絕對是 即是八強 即是這場 和馮國威 那兩場球 真是一個焦點 沒錯 問題都不大了 就算是錯誤 因為其實梁文博 入了都已經夠贏 好嘞 好嘞 在場的觀眾 都絕對懂得拍手 因為知道給分 已經超過分 而Marco出去設計的機會 都不給 入了這個拼球之後 梁文博 第三局 以64比37 贏了 梁文博 剛才真的追回一局 幫忙 變成現在一比二落後 緊比傅家俊 來到第四局 又留了遠台給梁文博 當然了, 黃波有點硬手 而且始終在這個時間 剛剛追回一局 心理上都不會想給 Marco 有一些容易的機會 所以做一個防守 如果最左邊的紅波 看到的話 問題都不大 所以 我們現在 看到 4Cusion 帶回白波 上來的時間 一定 連這個紅波 都帶上去 右手邊的中袋附近 當然要切這個波 很薄 白波也會撞進去 那裡 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都做一個沉底 因為剛剛 如果想打薄皮 兩枯筍 一枯筍上來 其實右邊那幾個紅波 都製造了幾大的障礙 給梁文博 西方人說 打桌球 就好像 一枯筍 是 但是 棋就是圓的意思 現在 中國對香港 我想他們在抓 應該是中國長棋 考慮過其實如果白球上去黃啡綠那裏 避到黃啡綠不難 黏著cushion也不難 但是要肯定梁文博沒有些容易的機會 因為右手邊的中袋其實有個紅球在代口的 這個也是一個Marco現在考慮的最重要因素 做一個技術性的防守 亦都帶開了黑柴褲的紅球 梁文博都可以照版主管把白球借在右邊的紅球 運回去大概現在的位置 好 似乎黑柴左手邊很貼近的一個紅球 Marco都應該還是見到的 但是也不選擇去開 選擇做一個升降機 做得相當不錯 能夠控制到白球的距離 可以用綠球遮住桌中間 啡球對下的紅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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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可以解釋到這個 球證判了一個Touching Bo 球證判了Touching Bo 這個七盤四星的賽制 其實也讓我想起今年開季初的時間 其實他們大部份職業手 都打了一個世界錦標賽 整個比賽都是用五盤三勝的 直至決賽才是用九盤五勝的 本來其實這個世界錦球聯盟 都會想著在一些五盤三勝的比賽裡面 會多些爆冷的賽果 但很奇怪 入到四強 四個都是全世界冠軍 證明原來打錦球 雖然賽事的制度可以改短 但始終在心理上或者戰術上 有優勢的人 無論多短的賽制 他的把握能力都是高的 我們看看Marco 今次對著中國的小師弟 畢竟都大了九年 會不會在經驗上可以壓到他 我記得Marco去完英國打這個職業賽之後 其實都會覺得自己原來在防守方面 是一個跟當年 跟一些職業手的最大距離 在這十幾個打職業生涯的年頭裡面 他也下了不少苦工 令到自己的防守變成世界級 留一個薄皮 邊走邊射 入了一個較黑柴 不入都是留一個很好的位置 當作一個防守 以這局局的走勢其實都很難說哪一方面 可以採取一個很明顯的主動拳 那就看看在這個防守的過程哪個出錯了 我所指的出錯可能是剛才剛才這些 推下去 打算留一個沒有什麼壞的球 但原來都有一個紅球 可以突然間彈了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考考本身球手 要不要小心 有沒有在事前 真的看過這堆棵 當我這樣打下去的時候 會作出什麼碰撞 而這個就是所謂的經驗 梁文博好像聽到我說話 所以馬上給我一些經驗 給我看 遮住了 遮住低Q1Cushion 將白球收在黑柴後面 做得很好 遮住屁股底 兩邊的紅球 那Marco一定要是遮Cushion 去拆落這些紅球 在那邊 也覺得很漂亮 作為這些高水平的賽事 其實很多情況 都是會用自己防守的功架 去逼對方去做一些犯錯的 而這個也是卓球其中一個 可以說是特色 馬克我剛剛留著一個軟桌給梁文博 但是今天似乎 梁文博軟桌的準程度 就真的比較低 其實年輕人一向多數都應該是 軟台比較準一點 眼水比較好一點 那梁文博出道的時間 大部份職業的球手都是怕了他的長台 而讓他入了一隻之後 其實也可以做到很多高的 叫做高的break 去贏一波球 但今天梁文博其實好像 他好像帶漏了自己的軟台Q 有一點點幸運 踏到左手邊的Jaw 去了桌子的右手邊 如果那隻紅波沒有封住pain球的袋 其實現在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借去port這個pain球的時間 拉後白球 亦都開多了一個紅球 那現在其實桌面除了左上方 的紅球可以port到之外 在藍球對落亦都是有三個紅球 可以給Marco去運用的 現在黑茶也是open 在這個情況Marco其實沒有什麼需要 去調整上面那隻紅球 他可以走兩棍筍下去 但當然 亦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 借助這個紅球 13 用回D字位的三隻color ball 去調整下面那兩隻紅球 14 Pain球的spot點應該是被一些紅球 蓋住了 所以Pain球打完之後 亦都會放在黃球點 選擇很積極地打開pain球了 做得非常之好 可能打開Pain球點之後 Pain球再放下來 20 一箱子用大量的左手邊篩 去打開Pain球 而這些西流到紅球的時間 亦都是有一個旋轉的作用 令到白球可以很輕鬆地出回來 21 始終在過去幾局裡面 其實Marco 賣桌子的時間是長一點 而梁文博贏的那一局 都是叫做 大家在爭辭之間去贏的 我相信Marco的table time 多一點的時間 其實他對於桌子的熟悉程度 是高一點的 看他現在做這個 藍球的right side 做得恰到好處 26 推落一點 可以有個黑柴 如果Pain球左手邊的尾袋 都打到的話 那就更簡單了 做一個stop shot Pain球就可以調到Pain球 不過有個紅球在Pain球的尾袋 有一點點硬著 就是說Pain球左手邊的尾袋是有的 刻意向高一點 可以在這個Q做一個碰撞 把白球推到紅球那裡 其實是可以更加大散這些紅球的 好可惜了 白球的上旋 33 起遲了一點 變成他做了一個stunt shot 被紅球挨橫了 然後才起上旋 現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 底cushion這個紅球 看他薄不薄 薄了 如果調到黑柴 最壞的情況都是留下一些 中袋給梁文薄 和他現在打的那一隻 而在這個情況拿著33分 如果Qbrake不斷的話 其實拿到這局的機會非常大 似乎還有個中袋可以打 會不會… 可以了 34 這個球 這個球 萬流用回桌子的額毛情況 盡量加大這個紅球 可以萬流入中袋的機會 這個Q球馬克勾得回 我相信這球球 他贏的機會非常大 41 現在去到41度的領先 這球可以借回他現在打的紅球 令到白球推下去 去調整黑柴 有少許可惜是 紅球的碰撞不是他預期之內 如果可以撞得薄一點 其實白球走多兩三寸 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留在一個比較… 比較… 尷尬的位置 動高之Q去切這個黑柴 在下不了太多Q塊的情況之下 能夠調校紅球的選擇 亦都相對之下少了 當現在最近白球的紅球 其實左右兩邊的尾袋都有 而拼球右上角的紅球 左手邊的中袋 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一定要確保 你這個黑柴也切得進去 哎呀 剛剛薄了少許 HK China 42 這個就是動高之Q打球的一個意外 其實看到黑柴也是對著手指流下去的 不過由於動高之Q 其實在球的旋轉上面 令到黑柴走的位置 不能夠順著手指滑進去 導致這個球失去了 是啊 是差少許 就是差了少許 就是差了少許 其實你看到黑柴也掉了半個 四十二分的優勢良文博 可否趁這個機會 作出反擊呢 很漂亮 1 黑柴在袋口入當然不是問題 但是要調球呢 就真的要看他對於枯筍的熟悉程度 當然,以他一天都起碼練五六個小時的情況之下 其實右手邊有一兩隻球都可以入到尾袋 他都看的,其實黑齊有一點被爪咬住了 他直接打,很容易白球就會中回爪,出不來 要麼要用很多篩,要麼要用很多低Q 用篩子拉橫這個球 好不幸呢?會不會捱到拼球之後 其實有一個右手邊的紅球可以入到尾袋 踢踢卻似乎沒有 所以有時其實見到代口都未必好 在調球的層面來說,其實代口球永遠是比較難調球 所以你中完之後那些走位 沒錯,因為他一中白球 其實如果那個object球在代口 他是很難鼓勵的線路 看回這球,其實他想用一個低Q 他可能是想捱落紅球,或者捱落拼球 但是剛剛是勢力了少許 所以令到他什麼球都沒得射了 逼與無奈之下,做回一個比較 叫做消極的防守 當然消極不是說他的態度 是因為不能積極 謝謝 同樣了 Marco也不會拿著這四十多分的時間 和梁文博去 叫做你一拳我一腳 都是儘量把整個比賽的節奏收得很緊 拿到梁文博如果真的要贏 都一定要靠自己的防守或者進攻 我看到今屆香港隊的卓球隊成員 安怡已經代了一金一銅 他絕對是大豐壽的 過了山入會 剛剛好像昨天 他三隻很漂亮的蛋糕 大家都可能用這個紅球 叫做滴下滴下 不過梁文博似乎想把紅球 放上去 白球留在自己這個位置 合理的,因為梁文博現在落後比分之外 也落後1比2 他沒有可能跟Marco繼續捉棋 好像一人捉一步 沒有意思 他一定是要盡量爭取一個主動權 而Marco其實要做的事 就是保持一個頭路冷靜 爭取梁文博的每一個犯錯 去入多些球 拿多些分 令到梁文博其實每一球的防守 要求就更加高 有一隻中袋的紅球 可以去打 很出色的 很出色的 打這個黏乎想要的紅球 純粹是Marco Q彥的表現 見到Q彥出完之後 也是維持在那個位置 非常之定 只是這球紅球 絕對值得Marco贏這一局 當然 都要看他 是現在的把握 即是製造了機會出來 沒錯 在應該搏的時候 他搏得到 雜誼 今天其實都是他 較為穩定一點 是啊 其實Marco晉級 亦都是打得相當不錯 除了在第一圈之外 失了一局 其實在16強 32強的賽事 都是以4比0 贏了對手 其實他剛才第三局 也有機會做 是啊 戴著衣服給你 是啊 不過第三局 比較緊湊一點 第三局 沒錯 沒錯 Tracting了個白球 調這個拼波 右手邊的中袋 對手邊的中袋 拔橫一個白球 大約一尺 也可以打三個紅球 最底的紅球 是二十個紅球 二十二一 看著自己的手 在剛剛出Q的時間 似乎想打深一點 不過問題不大 還有一個stop shot 白球站在拼球的點上 令整件事更簡單化 比分到69比8已經超過分了 真的要為Marco加加油 因為那邊馮國偉輸了球 0比4局數輸了比段進費 所以無緣進給他四強 換言之Marco已經成為今屆亞運藍單的唯一希望 對 香港對唯一希望 不過進給之後變成機會相當高 因為在白球也過了梁文堡這一關 進給之後他會打印度梅亞達 或者新加坡洪文俊 我相信其實如果說snooker來說 其實Marco的水平都應該 絕對在印度和新加坡的夾手之上 所以變成穩陣地 是決賽可能的中距離 好 在這個時間 其實Marco雖然脫掉了這個顏色波 但是都已經贏了這一局 四局之後的比分現在是3比1 應該有個中場休息 沒錯 希望他快快追追 真是夜場夢多 拿到局點就進入下一圈 那就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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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Marco的節奏做得很好 因為我看他不需要相當特別的法力 去加任何旋轉 而控制到白球在一些很容易去優點的位置 一個拼球立定在調整兩隻紅球 如果擺不到拼球就更好 因為可以打右邊這隻紅球 留一個斜一點的位置 他還可以打到這個黑球 當然這個可以留待下一框 剛剛留一個右邊的藍球給自己 好像不夠深 不過我看到Marco去量度位的時間 其實他都有意識留一個擔叉的位置給自己 會不會想順推開了黑柴呢 如果他可以種到黑柴和紅球 剛剛中間的縫隙呢 他就會將黑柴帶到左邊的位置 沒錯 沒錯 在三個港隊女將成員坐在後面的就是 香港長球隊的新教練基夫斯 亦都是Marco教練的兒子 Terry Griffiths的兒子 在盤子底有一隻紅球可以打到右手邊的尾袋 低Q線翻橫 搞得很漂亮 接下來這球球要小心距離控制 如果適合位置的順推可能要到紅球上 可以調到黑柴左手邊的尾袋 如果不適合就留一個剛剛好的位置去調紅球 而打完這個黑柴之後 如果紅球也可以打到同樣的袋子 整個焗面就全開了 我做得非常之好 這個底鍵要硬後 把紅球帶到右手邊尾袋 29 29 其實在這麼多職業手裡面 Marco的起 break 能力高的原因 如果大家有留意 他不會很衝動地把用力爆散一堆球 因為有時爆散一堆球 效果未必是如他所願 他會在最適當的時候 才做出一些像這樣的碰撞 令到自己所有起 break 的過程 都盡量在預計之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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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說一開球看到斜位就爆散一堆球 看到他剛剛刻意留一個紅球 是 available 的時間 他去做一個碰撞 就算撞得再差 那個紅球也應該是有的 這個就是 叫做 叫做 叫做起 break 的一個藝術 一個好好的機會 能夠被Marco 打入這個 亞運的四強 那這球打開了所有的紅球之後 其實大部份的球都開了 其實他和丁俊暉進級到四強 都幾大機會是可以擊敗對手 即是誰打入都好 只是他們的機會都大一點 就是說 決賽其實看到 傅家進對丁俊暉的機會都幾大 沒錯 其實都合理的 可以說是 其實現在亞洲叫做首席的兩位球手 那如果他們能夠在亞運的決賽碰頭 其實 夢幻之戰 夢幻之戰可以這樣說 見Marco這個 順推黑柴 一口訊出來做得很聰明 他抓到紅球、呼球 就可以打到現在的螢光幕 看到他指著那一隻 如果他無法打開 他還是有中袋 不過兩隻球好像黏得很近 可能互相有點咬緊了 在這個時間不需要去冒這些險 除非有百分百的信心 否則我相信 Marco會選一些 叫做 看得到射得到眼見手擺的球 雖然這個位置有點不夠斜 但法力其實都可以下來 調回黑仔 不過又好像真的值了少少 如果選擇去順推 將白球留在Marco剛剛指著的位置 留在錯方的藍球 其實都不是一個太差的選擇 因為在這一球 他只需要避到黃球和啡球 下來 其實要調到紅球的機會 是非常之大的 當然 如果看得多桌球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他現在有很多選擇 啡球、平球中間過又行 黃球、啡球過又行 啡球、黃球、綠球過又行 純粹看他想用哪種Q法 很簡單一個順推 少少的篩拉直的球 讓白球不要太黏 比分已經領先到59比0 很準 60比0 局分3比1領先 其實Marco只需要多 1至2個紅球 已經可以打入4強 哎呀 香港、中國 市場 竟然在這個時候 打失了一個比較簡單的黑球 真是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 是 叫出Q節奏 不是特別快 特別慢 亦沒有甚麼特別大問題 可能純粹是一個 欠缺了集中力 是欠缺了集中 知道這一兩球球是很關鍵 但是 這個是幾嚴重的錯誤 幸好是黑球 都叫做收埋了 不說到R-O頭 不過3比1的領先 其實 都還有一個優勢 但是 說著二良文博的實力 其實 要一個眨眼 去拿回兩三局 也不是難事 沒錯 這場球他在罵 主要就是 他自己確實打得不夠 是 他一上來 根本就是兩個故事 反而現在 就是怕梁文博 在心理上 已經放下了之前的包袱 因為已經輸了3比1 已經不能輸了 加上剛剛其實 這一波球 都已經叫做 一波必輸的球 突然間 突然間有得出來打 可能他會拿了 拿了 另一個態度 另一個心態去打這波球 絕對是一個優勢 絕對是 現在留一個少許斜位 去打這個紅球 可能可以用一個少許低Q 帶散那堆球 如果不帶散選擇 斜後一枯筋 去調校也沒問題 低Q 走一些篩 篩力了少許 但也不是太大問題 始終 現在要去令到 調不回下一隻紅球的路線 留意其實 右上方是一隻紅球 梁文博本身是左手的 所以這隻球 其實他去打 比任何人舒服 略為重手了 拼球會不會打死 他似乎是真的想教右手邊 Chi Koo那隻紅球 但今天的梁文博 真的一般 手不太聽話 即是他自己浪費了這個機會 是的 他教不了問題也不大 但剛剛鍵到拼球 入了袋裡 其實Marco的比分 已經有莫大的優勢 66比7 59分 台面只剩下59 剛剛拼球不進 梁文博出來 可以贏 但如果現在拼球入了拼球 梁文博出來 就算他全部打黑柴 都只不過可以打黃 分數已經不夠贏了 分數已經不夠贏了 一拼球 碰到最底的紅球 夠不了 球證也不會喊這個沒有意識 不會被淘汰 因為其實已經 叫做分數 Marco已經超了分 梁文博需要一個 Snooker才可以打黃 那如果Marco敵入了這個紅球呢 我相信 梁文博呢 這次亞運 都應該八強出局 是 大局已定 一六局 自己都領領頭 好 好 梁文博 好 梁文博出來握手了 那 那 傅家信呢 以四比一的盤數呢 擊敗了梁文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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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 夢幻之戰 即機會越來越大 是出現了 是 因為大家不同線道 進級 包括就是丁俊輝呢 就是上線 下線方面就是 傅家俊 我見了Marco 賽後都和梁文博在那裡聊 有些好像大師兄和小師弟聊天 說回剛才的表現 即是怎樣都是聊這場球的事情 即是看他們的 即是 面部表情之類 是 不過那些球員那些比賽的心態都很好 其實 是 即是完結了比賽之後 即大家都會交流一下 始終在亞運 或者是一些大型運動會 他們的友誼這件事都排得挺前的 因為始終難得一個地方 可以聚首這麼多個國家 那大家出來 無論用他們自己的球技 或者文化 其實都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那我相信其實Marco自己 叫做去英國轉職業的 在亞洲區來說 都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 那我相信他走的路 其實梁文博都很想仿效 沒錯 那尤其是中國球手 和我們香港球手 基本上都幾多機會接觸 沒錯 所以會相當熟悉的大家 那也都很開心 在這裡見到 傅家俊可以晉級 去到四強的階段 距離大家想看那個夢幻決賽 又近了一步 但是當然也要看 就是他們的對手還未出來 傅家俊這邊 他進了級之後 他的對手就會是印度的梅亞達 又或者是新加坡的 鴻文進的聖芳 上線方面剛才也提過 嘛, 丁俊輝擊敗了 就是馮國威 亦都是對手還未出來 就會對阿富汗的簡陰 或者是泰國的德差牙 不過也要跟Eric聊聊 這場球真的看起來 就覺得 感覺上Marco其實 那個心理質素是很好 非常是 因為我看到Marco 其實今天由一開始 真的叫做頭幾Q開始 他已經很足夠比賽節奏 而且在他的出Q 或者在他防守 或者進攻的過程 他都沒有亂過 沒有說因為突然間 梁文博可能逼到他 或者是被一些很難處理的問題 求他 而他自己亂了一陣腳 一邊保持自己的節奏 一邊得到分 其實相對地 壓力就在梁文博身上 加上梁文博有些主場 這次Marco可以說是半個主場 不過別人的全主場的壓力 Marco就在這方面獲得優勢 是, 總之 如果有沒有決賽 不如我們答應大家 直播給你看 好… 是否真的可以成功 要看完他們進決賽才知道 對, 都會對 對, 如果有些主場 那就會對 對 那不要多多了 就那是 我們剛才看完足球的八場賽事 日本隊贏了球 很有熱門的賽果 冰冰球場上還未開始 冰冰球這國家叫做桌球 大家看看另一個桌球 是 值得大家留意 沒錯,我們趁著這個空檔的時間 跟大家再轉轉口味 我們將會跟大家看 女子美式的九球單打 我們會看的是一場決賽 中國球手潘曉廷 對著中華台北的周哲瑜 是一場決賽的比賽 另外我們現在在62台那邊 和大家直播一場的桌球比賽 那邊是打八強的賽事 有香港球手傅家俊在打 是的,其實在九號球 大家都很留意 本身潘曉廷也是一個挺有名的 九號球手 亦因為樣子標誌 令到更多人留意這個運動 我們看看這一場 在主人出擊的 港湘亞運女子九號球決賽 這位是潘曉廷 看看潘曉廷如何量度球球 其實九號球天后 中國在這場賽事遇上 南韓美女 因為東亞運時都很出名 車魚男在八強的賽事對碰 結果潘曉廷緊勝7比6 然後到四強的比賽 他就贏了中華台北的林遠君 其實九號球很簡單 順便放在路上打 最後就打九號球 由哪位把九號球打到袋 就為師勝方 九號球 量度了很久 對 打完一個球 還要考慮一下 一個球你調到哪個位置 現在領先六比五 現在他們應該在打二號的藍球 說不小心,就設定了撞架 所以他也抵抵手,說抱歉 看到這位是中華台北的周哲宇 打到進來決賽 其實上一圈贏了另一位 中國的球手,傅小芳 也是謹勝7比6 張國晉也贏過了藍環球手 金家瑩也是打開職業的九號球 當時周哲宇贏金家瑩7比4 贏富小芳7比6 今屆的桌球項目有很多項目舉行 很多面金牌會誕生 我們香港代表團 男子隊就在團體賽中輸了 今屆就沒有了雙打比賽 對於男女中少了爭牌機會 但女子隊出戰亞運第一次 就已經相當理想的成績了 獲得團體賽冠軍就贏了中國隊 然後吳安儀也獲得一面銅牌 現在虎嘉祖在八強對著梁文博 另外一位的香港球手馮國威 就會對丁俊輝亦欠一個四強的席位 Cocky 馮國威都是三朝元老 由虎山亞運有份取得團體賽冠軍 一直來到上屆多蝦和今次的港七亞運 都有份取得 夠了 哇 更漂亮 今天看到中華發揮有代表團的隊友在看球 香港隊的球員在看副家競爭的比賽 趕快 要贏完這局就可以拿到這面金牌 相反中華台北的對手 周哲瑜一定要連贏兩局才行 現在情況很拉鋸 因為先要解決藍球 周哲瑜真的很緊身 跟大家即時回報傅家駿在那邊的情況 傅家駿贏了第一局 好,跳球救了這局就是… 救了之餘就完成了 桌面顏色球掉下去就不會倒閉上來 即是又清了一個顏色球 最後的終極目標是9號的黃色眼條球 起碼偷了一部,做了一件事 但現在要先打藍球 看到下面的顏色球 一路逐個號碼就不見了 現在就不見了五號球 八號球,八號球也是 直接擊球一定是順號 一、二、三、四、五、六 這樣可以,下去了 接著又會打紅色 豬 handed掉你 讓你們認真 這樣子 發球 冷海 謝謝 其實我們切得挺散的 然後打這個就有四號球 差在綠色的,較為難處理 有了一點點口,覺得應該沒問題 在這裡就要求求證馬馬波 應該沒問題了,再打7號和9號球 他自己都量定位置,怎樣打最後的9號球 看白球要走多少,就打最後的9號 應該都是他自己想的位置 白球退後了一點點,停在這個位置 剛剛好設定就打這個9號球的位置 入了這個9號球,葉小姐說 你中國的球手潘曉廷 也擊敗了中華台北的周哲儀 順利拿到這一面 女子美式9號球的金牌 比分是7比5 潘曉廷過關斬獎就拿了這面金牌 都是眾望所歸的 無論名氣,一向主場之利 都是大家希望他拿到這面金牌 這個時候我們也是回到乒乓球場 準備看南霜的決賽 謝謝 真是算得非猛盡 其實如果不是上年這個桌球的 ranking system 那個排名的計分系統 有些少許改變的話 丁進暉是臨時世界排名第一 但是當他改了這個排名之後 其實現在丁進暉都是頭四位的球手 說在世界排名裡面 其實頭四位和頭十六位 都已經有一段距離 所以其實丁進暉 無論在技術上、心理上 我相信這場球 都是一個很絕大的優勢 相對於世界各地的球手來說 即是亞洲的球手 對比他來說應該算是易應付的 沒錯 丁進暉暉暫時領先38比0 看看雙方何時 有一個人可以找到一個機會 沒錯 很成功地避開這個Double Kiss 但避不到黃球的時間 左手邊可能留下了一個遠桌的紅球 好 看看藍球能否過得到 似乎剛剛好 很成功 很成功 徳七華首才能找到這個機會 因為我順推想回來教拼球 藍球也挺好做的 亦可以借助藍球兩枯筍下來 始終說到泰國名將 我想大家最熟悉的 看著桌球的都會認識華達娜 這個曾經打入世界賽的 頭四名的泰國球手 一度是叫做亞洲之虎 算是亞洲其中一個 一個享負盛名的桌球手 迪沙華選了一個藍球 藍球順棍推兩枯筍的時候 就下來調教黑柴左手邊 如果黑柴右手邊的尾袋也能過得到 那機會就正式落入迪沙華手上 他也看得很仔細 就算過不了也還有拼球選擇 右手邊的中袋 七 左邊有一堆紅球 那邊就比較難處理 其實那四隻紅球 最頂的兩隻 右手邊尾袋是能打到的 其實一形光幕 看到原來四隻球 右手邊尾袋也是能打到的 所以只不過是迪沙華 需要把白球運到桌子的左手邊 就可以打到這四隻紅球 好 剛剛好的 解決黑柴底 現在迪沙華教的這隻紅球 好一點 黑柴開了兩邊的袋 而左右兩邊有一隻紅球 我四隻紅球 解決黑柴和翅革 跌 slow 跌滾沙華是需要的 是一個頗好的選擇 因為那四隻紅球的位置 和拼球形成的角度 令到白球的走位 可以在最小的情況下 調整這四隻球 所以它都只選擇了 沒錯 它現在只要做一個小小的 可以調整中袋 又可以順推調整尾袋 選擇做一個小小小的調整中袋 其實在壓力的情況 或者在比賽的情況 都盡量希望白球走得越少越好 叫球證馬馬的球 可能想做一個萬牛 謝謝王 準備好嗎 準備好嗎 順推一扣筍出來 調整拼球 調整拼球 只要把白球拉後 六至八吋 其實有兩隻紅球 都可以打到左邊的尾袋 再加上一個小小小小的 胡椒 再拼球 再加上一個小小小的一隻 這次你已經追到28比38,落後10度 看見迪沙華在Lay Q Break 雖然不是打得特別快 但見迪沙華的節奏也非常跟隨他自己一貫的作風 一步逆趨將比分拉越近的時候 我相信他應該要開始計劃一下 如何處理螢光幕左手邊或右手邊的紅球 即是貼固順那兩個 沒錯 他右手球員其實在右手邊的紅球 對他來說他可以拍去打尾袋 向橫調到這兩隻紅球 謝謝 那就看他怎樣選擇了 他可以繼續用拼波去組織 亦都可以推下去調黑波 拔口調拼波又可以 都是用拼波 因為始終那個 起鎖的時間 其實自己順開 就繼續去用拼波 不需要去特別想太多的東西 這個立定又可以調紅球 左手邊的尾袋 左手邊的尾袋 最重要是可以清掉那些球 挺大意的一個… 泰南36 失誤 這球其實他不需要刻意去做任何低Q 其實他只要順推上去 那個白球和紅球形成的角度 都非常之好 其實你看現在他如果走出一點低Q 丁俊輝也要擔叉 其實他不需要的 即是說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迪沙華在思路上出了一點問題 他也說是 機會 機會就落在小丁裡 是 這球本來是打算設定給自己 現在就是迪沙華 沒錯 1 但是迪沙華也有兩個救命球 因為紅球就黏在鋪圈 看看小丁怎樣處理 順推的話可以拍起來 如果做一個鋪圈 可以去回小丁現在這個位置 去打這個紅球尾袋 也有角度 上兜兩隻鋪圈 但是似乎剛剛拍到紅球這個碰撞 這個碰撞不是太… 一個不是太友善的碰撞 1 迫於無奈之下 我相信小丁也要做一個防守 夠線度躲到黃球後面 非常積極 但要顧及的就是紅球的位置 似乎也走回低Q 去到綠球、拼球後面 控制得非常好 最終八個 最後問題一次過交給迪沙華 兩個紅球拍在左邊 迪沙華迫於無奈 都一定要開… 其中一隻出來 對… 道數在10度 會否是一個三窟中 這個可能… 他打一個窟的話 也應該有些… 有些伎倆在這裡 其實也是一個半防守式的球 入球後其實你看到的白球 也不是真的能教到甚麼色彈球 但他可以在這支球中 拿到一個主動拳 喝酒,這球就被他搏倒 好 比分46比37 九分的距離 選擇一個六球 好近 我想其實他不是特別想入這個六球 他只是想把白球 收在右邊的cushion 希望用藍球遮住紅球 遮不完 這個沉底 小丁不是太願意把這個紅球開出來 因為只要他偶一不慎 這個紅球有機會 六球在代口 形成的角度只要是… 比較厚的一個六球 較黃球也不是一個問題 這個球流為重厚一點 因為如果更薄 以他的力量 其實他想把白球 收到黃球後面 看看小丁這球球 會否做一個cross double 把白球收到啡球後面 他不敢選擇 入了白球 他就想打兩cushion 或者三cushion 把白球收到黑柴後面 但似乎這個球更薄了 他自己也打了一個打 是 有些幸運的是 剛剛我所說的六球 就封住了這個袋 而紅球去到整張桌 都叫做… 沒有找哪個位置 打不到 剛剛在這個位置 就沒有袋入 又要想一下 怎樣防守 倒數就落後五度 倒數就落後五度 其實在這個情況 我相信一個紅球 入完這個紅球之後 如果他找到一個位置 當然要 似乎他不選擇 因為其實如果紅球 可以借cushion 挨挨的六球 都叫做有機會 但是在這個情況 冒險成份太高了 其實只要做一個好的防守 好 這樣都可以令丁俊暉 有機會犯錯 沒錯 保持一個遠的距離 其實如果紅球可以停留在 再近六球一些 其實對丁俊暉的 帶來的麻煩是更大的 現在丁俊暉可以選擇一個低Q 拉環的白球避開六球的碰撞 又可以先打cushion 看他怎樣處理 選擇用一個非常精彩的 選擇用低Q 拉環的白球 收在黃球後面 完全遮住了 沒錯 其實去做一個snooker的 準繩度的要求 其實絕對不讓波波低 剛剛丁俊暉其實應該是刻意 去打紅波的一個角度 令到它兩個cushion 可以中到一個刻柴 令到紅波停留在桌子的下方 因為其實以剛剛的力度 如果紅波是避到刻柴 絕對有權去上去白波附近 好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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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五分的距離 其實這個紅球代表著一個挺大的優勢 只要誰爭取得到的話 拿這盤球的機會都很大 所以這個小丁都很積極地嘗試一個撞球 本身是以為如果撞球加少許上旋 白球可以停在黑齊後面 就算紅球回到桌子的左邊 都是一個snooker 但是似乎不能夠如遠以上了 現在有很多選擇給迪沙華 因為推完這個紅球 兩cushion可以調配拼球右邊中袋 如果調了黃球先,綠球在代後 其實整個鎮球會比較容易 很大意 這個球其實只要進了 已經有很多卡羅球等著它 它也問一問自己為甚麼 這是一個比較業餘的飯粗 大部分球手打這類型的中袋 都是會縱厚的 因為忘記了 桌上的涌是會對白球的線路造成一定的影響 距離控制做得不錯 如果黏起來就更好 其實現在滴沙華可以照樣煮碗 如果它看到紅球的話 它做一個低Q 亦都可以將白球收在黃球後面 就算看不到,都可以 看它手指指 這個位其實如果它一cushion 中出來一個紅球的full球 都不算太難去做到一個 挺好的防守 加一些右邊篩,低Q 中得很漂亮 它做這類型的防守 最重要是 確定你去種完那個cushion之後 你是種紅球的full球 或者是一個厚的飯桑 就可以將所有的力 傳到object球上 而白球自己停在這裡 留了軟桌給丁俊輝 看它的信心會不會接駁下去 看它吃不吃 是的 進了就有六球了 這個比較保守的port球 就算不進入 白球也會留在距離 如果進入,都會有一個軟桌的六球 現在如果迪沙華可以控制到 飯掃和力度的話 它有權 做一個canon用黑柴 去遮住紅球 做一個snooker 始終在飯掃那裡 好,控制要差一點點 當然,縮了紅球去右邊 六球就守住了龍門 选择了一个三层 走回左手边西 拉白球去黄球后面 希望做个Snooker 但似乎现在留了一个半双赞给迪沙华 右手边的尾袋 其实这个球顺推去Port的时候 其实白球有些危险性就会踏死左边中袋 现在不进入当然大家都看不到危险性在哪 丁俊辉这球很聪明 因为他只要把红球打到任何桌上右上方的位置 都不会留任何机会给迪沙华 而他纯粹要控制的就是白球的位置 希望把白球收到黑柴后面 但是扯得不够深 会不会尝试收到黄球后面 非常精彩 照版主观刚刚丁俊辉做了一次之后 迪沙华又照版主观 用一个黄球的Snooker 去回花一个礼给丁俊辉 是 是啊 一至两个cushion 球证判 Fall and miss 我相信迪沙华都要丁俊辉打过了 因为在这个位置 其实丁俊辉只要偷一不慎 就很容易会留下一个机会给迪沙华 去打入这个红球 打入这个红球之后 加多一个颜色球 只要处理黄、绿、啡、蓝 其实都足够赢这一局 差点切入左边中袋 切不入的话 就留了一个机会给迪沙华 刚刚之前也是一个中袋的机会给迪沙华 但他错过了 看看今次能不能把握得到 比分刚刚 应该变成46对45 差一点 一分之差 基本上没有分别 桌上还有那么多颜色球 没错 如果顺推有够信心 可以碰一碰撞这个啡球 将它带出来一个比较好打的位置 想不到第一局就已经要打到那么紧张 没错 很关键的第一局 其实是在一个短途的赛事里面来说 真的不能看小迪沙华 没错 没问题了 入了但是 会不会 你看他都笑一笑 但绿色的球 对 打不到 就放在袋口位 对 就算打到也是一个很薄的饭素 但是他又将黄球比较踢死了一点 他又要想想如何收回白球 很奇怪 刚刚他打个红球的时间 下多了低球 其实如果他顺棍去打 是高红的啡球 基本上六球的位置 你见整张桌 我想有九成八的位置 都可以入到这六球 但刚刚偏偏他就设置了自己的 snooker 是 这时候小灯灵弯面不看 是 冬小小西可以入到这个球 但是要去教球 要求又高了 甚至白球有机会打死 是 很奇怪 他都说 袋口小 还是球大 为什么会这样冬小 陆球撞了两次都不进 撞出来 没错 再看看为什么他 其实他冬多了 这个球 这个球 就算如果是六球入了 白球都会有机会 跟着六球一起入袋 反而可能势力一点就会入到 不幸中之大幸 其实他现在就算不入六球 比分上是领先2分 但小丁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 因为他这样握着手 我相信他不会去射这个球 好 射试黄球一伏签 收到啡球后面 而白球走到桌子的下方 但是完全中错了 打薄了 六球对刚刚小丁出球的影响挺大的 其实迪沙华再次有机会 那很奇怪 其实第一球迪沙华有的机会 比我想象更多 因为小丁一开始失去了中袋之后 其实不停都叫做 比较迪沙华很多机会 但是他的把握能力就看了这个 但是他那个中袋拼波也是失去了 是 所以又给人机会 嗯 连续有两个颜色球都在代口 那机会当然是小丁 这个chance 教一些仓学者打球 就把两个球放在代口 现在就真的了 是 黄球之后六球 这两个球就已经很純 入就不难 你见小丁非常非常聪明 用个黄球直接 将个啡球勾出来 因为刚刚就算如果他入了黄球六球 其实啡球不是一个叫做 是没有机会入的 那现在带了出来 都叫做勉强有一个右手边的尾袋去射 但是这些球球呢 要搞得很好 要为他打后那些铺路 没错 没问题的 选择先打球 现在教啡球尾袋 都不是一个很好射的位置 但就比刚刚就黏着球面 没错 这些就是在桌球上 里面的一个叫做智慧 怎样可以在一个铺牌里面 令到成Q球更加容易地打 不止看这个球 要打 之后的很多球都要想起 其实拼球也是一个难度 去更加黏 但其实他现在恨不得拼球 因为只要他入了啡球和蓝球 其实都已经超过分 这个球很准 一个盲眼袋半球顺推 够不够力去加分一个蓝球 是 不够力都没问题 左手边的尾袋 黄球袋 比分是有9分的优势 入了就有14分 换言之入了之后 迪沙华就需要snooker 因为之后那些加起来 都只有13分 没错 超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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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程序 丁俊辉都尽量将我拼球打去代口 但当然在一个snooker 的情况之下 迪沙华也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再做个万楼尾袋 完成了这个 离行空事 没错 入了庭框 就已经 赢了第一局了 丁俊辉 比分是66 比46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休息一会儿 和泰国的球手迪沙华 丁俊辉 第一局 以66比46 完成了 01比0 另一方面 附加进 在领俄四场赛事 对着梅亚达 亦正在打 第一局 以62比20 先赢了第一局 继续进行鱼下赛事 在这里继续有Eric 和大家继续旁述 刚刚见丁俊辉 担差失了一个蓝球的尾袋 教球就教到了 不过教了给迪沙华 迪沙华 迪沙华 在第一局 其实有绝对足够的机会 首先拿出第一局 但很可惜 在几个关键球里面的 把握能力 始终好像差了一点 不知道是因为压力 还是有些 心理上的影响 现在绿球形成一个很好的位置 它一拳炸到一堆红球里面 大量的右边西 但是中下去 刚刚撞到一堆红球的虎球 让这堆红球 不是它心目中这样散开 做得相当不错 但是只要上下跌半个球 其实整件事就全开了 幸好有个红球 好 很近 刚刚可以打到这个尾袋 乖 然后再想想办法 怎样可以把这堆红球打散 现在的形势就 都算OK 因为它还有两个红球 一个贼固 一个黑柴 左边可以用 但是黑柴就封住了 对 所以其实如果它可以 在未来的一两桶里面 打开黑柴 在红球底的那两只红球 就可以利用黑柴去打 但是先进了这个红球 再打开红球 是的 是的 这件事呢 迪沙华领先行十不比七 我相信其实这次两个 入到四强的球手 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泰国的迪沙华 一个是对着Marco 一个是对着丁俊暉 他们心理上都应该包袱不是太大的 因为都知道 入到四强 其实对着两个 现时在亚洲 数一数二的球手 其实自己赢面都是偏低 但是 至少给奖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压力小一点 可能发挥得更好 加上一个 黑柴右手边的尾袋 如果有个斜度的话 其实它顺推也可以 带多几只红球出来 那在这个情况 必须了 我相信因为黑柴 封住了的情况之下 拼球是它唯一可以运用到 而拼球只有右手边的尾袋可以打 似乎迪沙华 所以说 放了不是太够的上旋下去 導致白球 黏住了 会不会是一个很近的球 而拼于无奈之下 这个球阻力小时阻止了 要做防守 对 表情好像在心目中 不是自己想这样的 绝对不是 其实它 应该是 放多很多上旋下去 那白球就会 一边转着 那些红球转开它 但是 似乎在出球阻力的时间 自己有点猶豫了 也借小把黑柴開出來 但很可惜好像更厚了一點 想開黑柴,怎知道也不太能打開 黏在底部的布袋上 我相信它是想夾藍波 讓自己可以多一個顏色波運用 因為現在如果進入了黃波之後 其實黃波又會被藍波遮住 不過我沒有選擇了,還是選黃波 看看它的力度控制 這次有足夠的低Q 跟剛剛打的Q上旋 就剛剛… 很大的差別 拔多了下來,留一個反咳尾袋 似乎都要上去 還是可以控制得到,去調個拼球呢 都不刻意留力了 上去,就算… 其實有一點保守 始終好像在想法上 其實不是太過… 有信心 看他發力,他打這個球 其實似乎… 就算如果我不進入,都要保持距離 現在迪沙華依然等時間 21比7 都到小丁下場了 小丁也選擇了兩個防守 希望白球收到六球後面 小丁今天的發揮不算是特別好 但都可以把握迪沙華的犯錯 所以就拿了第一告 我們看看迪沙華可否放下她自己的心理包袱 大家都很小心和很穩固 是啊 好 這些軟桌的打球 發力 響一下袋 其實對自己有一個鼓舞的作用 其實正常來說不需要那麼大力 不過我看見她走回白包上來 都是一個挺好的位置 怎樣碰藍球可以做迪沙華 對 太陽1 都黏得很緊 似乎是完全沒有機會給丁進輝去救這個 就是這個鎖匙 你看看 唯獨可以選的就是上方的鎖匙 再放下方的鎖匙 如果希望可以放左邊代口的紅波 就算是最安全 因為任何機會都不會留給迪沙華 你看看小丁如何處理 看看小丁如何處理 勢力一點 好像不到 不到 哎呀 對 對 這個線路上其實都 算幾大出入的 嗯 你看沒什麼機會 我相信迪沙華這個 黏撲紅波都不會去搏 了 始終剛剛迪沙華的 ZQ 看到她 都很刻意 令到白波 黏到藍波 有得這麼近 對 還有其實是 你看這個距離都是其次 角度其實都差得很遠 是啊 角度力度 都是不到的 都是不到的 甚至比剛剛那球還差 他 丁進輝有一點點 又不是太想太大力 去救這個球 因為碰上去的時間 他叫做最安全 現在留一個薄皮 被迪沙華去剃 但是這個角度就好很多 對 沒錯 這麼薄 其實他可以選擇 積極點 去挨落那個紅波 有機會調配拼波 或者藍波 如果他要避開 就上去調配小分波 他夠積極了 真的打算挨落那兩個紅波 但是 似乎不是很幸運 比分是領先 三十一比七 其實有點陰謀論 剛剛迪沙華 其實絕對可以叫丁進輝 救多幾次先 不過我相信大家 都有卓球 卓球手應有那種 叫做所謂的君子風度 自己有機會 自己去打贏這一局 始終感覺上都好過 別人不停失分 令自己贏 現在這一場四樣賽事 打到第二局 迪沙華暫時領先 三十一比七 但在另一邊的四強 附加進對著印度的梅亞達 已經剛剛完成了兩局的賽事 附加進第二局 亦都是以六十比七贏 即是現在局數方面 附加進已經領先到二比零 這個消息 如果被丁進輝知道 就應該可以刺激一下他 我相信他都很期待 和附加進對決 我們稍後都會繼續看 王允堯的表現 這時候也都繼續回來 英式桌球的 男子單打四強賽事 丁進輝對著泰國的迪沙華 第二局 現在由迪沙華繼續比賽 領先中三十三比七 局數方面 小丁領先一局 另一邊的四強賽事 附加進暫時是 局數二比零 領先中 印度的對手梅亞達 所以很希望小丁 都可以打好一點 雙雙入決賽 這個夢幻對決 大家一定是最想看到的 很期待 沒錯 燕迪沙華 打完啡球之後 就 調整一個中距離的紅球 當然有兩隻 讓他選擇 選擇比較直的那隻 需要一些Q power 這個夢幻可以調成綠球 或者拼球 藍球都在代口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選擇 拼球也挺好 這個位置順推出來 可以調整紅球中袋 又可以調整左手邊 那隻紅球尾袋 是 他今天 他似乎對自己很有信心 一拼球一個 把紅球挖出來 調到左邊的中袋 比分去到44比7的時候 其實有37分的距離 其實只需要處理桌面上兩隻紅球 都已經夠分贏了 後一股筍出來調到拼球 略為斜了一點 需要做一些Q法 調到左邊散出來的紅球 好 迪沙環你知道51比7 他也看一看分牌 44分的距離入了45分 而桌面只剩下43分 算一算數 是 5分 5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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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 看了分期會否更緊張 其實看了分期應該會…